嗨 哈啰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两岸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 大家好 为营造有力数位创新的基础环境 后执台湾数位经济的竞争实力 台中市虽是台湾精密机械的发展重镇 但在智慧制造的发展趋势下 产业形态将从垂直分工走向水平的整合 软体的创新能力逐渐成为产业走出差异化的决胜关键点 批建软体园区是台湾实践数位国家 创新经济发展方案的重要策略 历时七年的开发 台湾首作以科技人文智慧创新为发展目标的软体园区 透过智慧升级的辅导 发展美学与经济等的做法 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将引进更多优质的厂商 让台中软体园区富含科技人文的底蕴 台中软体园区2018年12月3日举办启用典礼 由加工处处长黄文股协同台中市政府张光尧副市长 及运会厂商代表 一同检材见证宣告台中的软体园区正式迈入启用营运的崭新里程碑 记者邹志中报道 全世界封虚拟实境 扩增实境 在这波数位内容的浪潮下 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 政府正推动数位国家创新经济政策 期望2025年数位经济规模成长至新台币6.5兆元 然而需培育足够的数位内容人才才能解决产学需求的落差 包括影视后置 互动游戏 动画创作 等跨领域的高创价人才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 积极链接国家级高速算图资源 透过培训 拔尖及煤盒等三大策略 于软体园区打造高创价人才培育生态系 在培训方面 链接全国大专院校多媒体相关系所 以3D动画内容产制为题引导人才 建置高速算图云端教室 导入校园高速动画算图教育训练课程 透过时机练习 提升人才高速算图的技术应用能力 在拔尖方面 透过HPC 3D动画全国大赛竞赛机制 结合高速算图资源 业师辅导训练 决赛作品展演与人才培合 发展具惯联性的培育式竞赛活动 以发掘优秀作品与人才 107年参与人数较去年成长两成 在培合方面 以业者需求为导向进行专案培训 搭配企业实习机制提升人才培合率 快速解决业界用人需求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后盾 也是产业升级转型重要的动力 加工处已培育充足的高创架人才 欢迎所有数位业者到高雄及台中软体园区投资 让优质的人才协助企业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未来高雄及台中软体园区将以高创架人才为支点 推动资源链接 AVR产业扶植与智慧应用发展的工作 让园区成为促进产业升级的示范场域 AVR产业扶植与智慧应用发展的工作 AVR产业扶植与智慧应用发展的工作